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记载神人把阿兰军带到撒马里亚城 让他们的眼目分化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但这个神迹改变不了以色列国的国运 也改变不了以色列皇对神的信心 过了若干年或过了一段时间后 阿兰军又来围困了 但当然值得我们去看的就是第六章32节的时候 那时以丽莎正坐在家中 长老也遇他同坐 虽然他改变不了君王的心 但民间有些长老心归向神 所以他才会到以丽莎的家里和他一起同坐 可能就是要来听以丽莎的说话 想更多的认识神 我想其实是因为国中里面 还有这些人的回转 也看到以丽莎的努力 他努力去建造他的门徒 也努力去牧养这些长老 这样这个国家才有一丝的灯光 在这个国中里面 在一个这样举角遍地黑暗当中的时候 还有一丝的明灯 还有一丝的光亮 所以虽然他们是被兵困 困到这样的时候 我想神都是可能看着这些人 所以神出手 再一次拯救 再一次施恩 所以这个很重要 真的一个地方有敬虔的人在这里 原来整个地方的历史和命运 是可以被改变的 神真的是看的 就像当年阿伯拉罕一样 就问这个神 他说如果在所多玛俄摩拉 在城里面有十个二人 你会不会灭城呢 神说就因这十个人不灭 一路讲解一路讲解 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 所以真的 今天我们真的要为我们所在的地方 来祷告 求神兴起更多 真心信神归向神的义人 那个义不在乎我们行什么 是在乎我们的心是不是信神 阿伯拉罕信神 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求神兴起更多 真真正正有信心的人在香港 神必定就会看顾保守这个地方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 就有今天第七章的出现 其实第七章是接触第六章 第六章已经举过去到一个极大的困境 这个王真是特别的 他经常遇到这些死局 他遇到那些都不是困局那么简单 每次都是死局 今次又来一个再大规和一点的死局 这个死局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在他的国里面 在他的城里面已经人吃人 其实你想想多恐怖 还要是吃自己的儿子 就是 哇大哥你怎么吃得下 所以那个已经是走投无路 直到一个极致的情况之下 两个妇人在商量 今天吃我那个 明天吃你那个 后来就去到王的面前 因为今天吃了那个 明天那个 就不肯拿出来吃 就收起了他 所以他才气冲冲来找神人 但是当然这个王也是很厉害 他很支持的 他支持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才来找神人 来找神人也不是用一个谦卑的态度 来求解救 他是要斩先知的头 这个真的是隔眼来 好了我们看第七章 我们先看一到二节 就是第七章的一个introduction 终于这个气冲冲的王 来到以丽莎的面前 以丽莎就先开口说话 以丽莎说 你们要听耶和娥的话 耶和娥如此说 命一约到这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一世亚世面要卖银一舍下 二世亚大物也要卖银一舍下 有一个参护王的君长对神人说 即别耶和娥时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以丽莎说 你必亲眼看结却不得是 这一段的说话 一开口的时候 就是以丽莎说话 以丽莎一开口说话 其实她已经知道 王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其实以丽莎 早早就已经求问定神 一路跟神互动着 就是等这个王 什么时候来 一来到的时候 然后她就将神的说话 告诉她 其实神等这么久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等这个时刻 就是要等王 真的来到先知的面前 无论你带着一个 什么情绪也好 但是起码你来 你来的时候 神就要让你看见 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的那一位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王真是够硬颈 他顶了一年不来 顶了两年不来 顶了三年不来 其实在这个时候 他来斩以丽莎 就是来到去 因为听到 已经人吃人了 走来找以丽莎晦气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已经过了好几年 所以这个王 硬颈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但是不要紧 虽然是这样 起码最后他真的都来了 来了的时候 一来的时候 神其实就是要让以丽莎 看到一个图画就是 你们自己靠自己 顶了这么多年 情况越来越差 根本就没得救 但是其实 神早早就有解救的方案 为什么不去归向神 为什么不去寻求神 其实人有时候都是这样 我们的固执 让我们走在旷野里面 我们自己心里面 就像刚才Beraka分享一样 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个小剧场 我们自己心里面 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剧本 我们就用尽一切的方法 跟神咬手瓜 总之就希望 神按照我们的剧本 这样走 当神不按我们的剧本走的时候 我们就发烂 我们什么样 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 都是这样的 譬如最容易的 这些小剧场 很想神听我们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在感情视相 特别是未婚的电影姊妹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是吧 很喜欢 于是 自己有个小剧本 总之就要夹着神 走到这里 我就是要点点点点 我就是要点点点 有些人 做生意 做事 都会这样 自己心里面有个小剧场 我觉得这一项生意一定行 但其实神可能已经传了很多信号 给我们 告诉我们 不行 危险 有些灰色地带 有些东西不讨神起 但问题就是 当然他可能未至于犯罪 但是我们就是要捉住 我们自己的小剧场的剧本 也要跟神咬手瓜 然后你就发觉 你整个熟灵生命 就是在旷野那里斗圈 斗啊斗 因为你拒绝不想听神的声音 你就会越来越逃避神 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因为要捉住这些东西 可能教会又回到 小组又回到 读经就读得更加黑眼分 更加不想读 因为你知道这样下去的时候 越跟神靠近 神的声音就越响亮 越响亮的时候 就越告诉你 不要啊 不要走这条路 不要做这件事 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件事是最不适合的 所以你就要顶住 顶住顶住顶住 越顶住其实越死 这个就是 这两张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以色列王的情况 他很矛盾 他知道神是真的 看过这么多神迹 神给他的恩典 真是多得不得了 以以色列王的新鲜 获获金 各个神迹不同版本 就是 你明白吗 如果我只是走一个神迹 可能你说 哎呀 这么巧而已 但是一挪的神迹在你面前 各方各面 每次不同 就是 款款也不一样 你还不觉得神是活着的吗 就是 这个的 这个的若蓝王 他没有可能 就是 没有可能不知道 他知道吗 他知道神是活着的 但问题就是 他要的是 他自己的剧本 他不想要神的剧本 这样就大件事了 所以就跟神在咬 在拉拉扯扯 死顶死撑 死谷 谷到现在的时候 几年的兵群下来 其实已经胆尽良绝 人吃人 真是没办法 但到最后 他是发烂宅 他不是悔改 谦卑在神的面前 撕裂衣服 而是他将所有的东西都入神数 他还是要走他自己的剧本 所以他气冲冲 要来斬伊莉莎 伊莉莎 伊莉莎都不等他开口 一进来的时候 就将神的剧本 就告诉他 将神要做的事情 告诉他 神告诉他 一定有解救 其实解救 从来都在神的手上 神就是要告诉他 解救在神的手上 你找神 不要再找偶像 不要再找其他东西 不要再抓住你自己 心中小剧场的剧本 不可以 只有神才可以 所以神再一次再出重手 要告诉他这个真理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他说参符王的军长 对神人说 他说 就算要 天开了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这个事是什么 就是伊莉莎所说的 在城门口 一世亚的面 要卖银一射客 一世亚的大物 也要卖银一射客 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物价 比之前 我们上一章所读的时候 其实那个价格 已经是大幅下降 大幅下降到一个什么地步 其实这个 一世亚的面 要卖银一射客 都已经是平时正常价格的六倍 其实还是天价来的 你想想 就是你今天去买一个面包 要平时的面包 就是打风 打风的时候 街市的菜 突然间卖银六倍 你会不会已经硬了 就是全城都哗然 我政府都要出来 可能都要做些东西等等 六倍是很多人害怕 但是这个军长 一听到这个价钱都说 夜和话 即使使天开了 都不能有这事 就是正常价格六倍 已经在这个军长眼中 已经说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便宜到这样 那你就知道 之前那个物价 是多么可怕 因为真的围困了几年 几年下来的时候 整个城里面 已经是 已经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但是这个军长 就抛出了这样的说话 就算天开了 都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事 当然了 这个军长 他是参赴王的军长 所以他是很靠近这个王 所以这个军长所说的说话 某程度 极大部分 都代表王的心声 这个就是 以色列举角的问题 就是他们不相信神职 他们不相信神可以做得到 甚至他们觉得 你根本做不到 就算神也做不到 简单来说 哪有可能 就算真的有神 神也不可能做得到这一件事 这个就是他的感觉 就是他的反应 当然了 以丽莎听的时候 以丽莎就跟他说 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 其实这句说话也是出于神 其实神就是告诉他 你不相信 我就做给你看 但是你看到 你享受不了 你看到 也没命响 这个就是 神给他的一个极大的教训 因为他不是普通人 他是王身边的军长 他是有代表性的 好,我们再看下去了 第三节到 首一节下一个段落 我们一起读了 在哪里 因为主使阿拉人的军队 听见车马的声音 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溃迈客人的诸王 和埃及人的诸王 来攻击我们 所以在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逃跑 撇下帐彭 马路刑盤招救 只顾逃命 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 迎边进了帐 吃了喝了 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 去收藏了 回来又尽一座帐 从其中拿出财物来 去收藏了 那时他们彼此说 我们所做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 我们景不造星 若等到天亮 最必都临到我们来吧 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 告诉他们说 我们到了阿拉人的刑 不见一人在哪里也无人声 只有穿着的马和炉 帐彭都照舊 守城门的叫了 众守门的人来 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 就在这一件事发展的时候 以利撒说了这番话之后 到大概黄昏的时候 接近六点的时候 可能五点多钟 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 彼此就在谈论 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 如果我们入省 死定了 因为里面有饥荒 不能生了 如果我们不入省 坐在这里 都是死 因为阿兰的军困在这里 成女成爱都是没东西 都是一条死路 必死无疑 唯一一线生机 就是投降阿兰人 如果阿兰人开恩的话 我们还有命 如果他们不开恩的话 起码一刀下来都死得痛快 现在这四个人就决定了 要是选择饿死 慢慢死 死得很辛苦 要不就被人一刀掠 死得痛痛快快 但是死得痛快那边 甚至还有一线生机 还有一个机会不死 就会死 度来度去之后 这四个人 其实这四个人 迟早也是死的 因为他们患了大麻风 大麻风是不治之症 在那个年代 所以他们说 迟也是死 早也是死 但是这里有一线的生机 反正我们都是迟早死的 不如迟一迟 于是他们就迟一迟 走到阿兰人那边 打算去投降 投降还有生还的机会 其实这个年代 这个时候 真是因为围困了几年 真是已经 就算你不是在城里面 在城外 都已经是没了生计了 好了 他们一心打算去投降 谁知道去到那里 就发觉 阿兰人的帐篷里面 全部不见人 不见人不要紧要 还要留下所有的物资 你知道 打仗 中国人都说 三军未动 就粮草先行 阿兰君有本事 困住以色列人 几年的时间 可想而知 他带来的物资有多少 军粮 衣服 饮食 各样东西 根本他就是打算困到你 单尽量着 让你自己投降 不废一兵一桌 就可以拿到这个地方 这是他们的策略 当然我相信这个策略 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 当他们去到的时候 发觉 这些东西全都在了 但人就不见了 一定是落方而途 才会扔下这些值钱的东西 一样东西都没有带走 这四个大麻风 在里面 又拿了金银 又拿了衣服 还有时间收拾 收拾 然后再回来 再喝杯 再吃自助餐 扑飞 里面 饥荒了几年 突然之间 一个扑飞摆在面前 所以这四个人 就在那里喝喝吃吃 原因 为何会导致这样的局面 我们看一幅图 Miko can you show the picture? Thank you 其实当时 阿兰来围困以色列 但其实阿兰 圣经里面 神让他们听到大响声 这些大响声 他们就觉得是有军队来 他就说一定是北方的珠王 客人的珠王 或者埃及的王 受了以色列人的收买 贵贵来攻击他们 因为当时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看到这里有阿兰 这个就是阿兰 但在阿兰上面 其实这些就是客人的珠王 一路从埃及吾海 一路到欧洲那边 就是今天的欧洲那边 这些就是北方的珠王 这里其实很多人 很多国家 而且当时还是一些比较野蛮人 好像是海盗、维京人那类 那些人很好打 但是每个身材高大 很好打 这些就是北方的珠王 上面有亚树 下面还有埃及 这些其实都是阿兰的敌人 所以阿兰军围困以色列 围困了几年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有担心 他们担心什么呢 因为他们举国的兵力 都来围困这个小小的以色列这个国家 如果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这些敌人 北方的珠王、亚树、埃及 承虚而入 来攻打阿兰的话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他们一直都有担心 一直都有恐惧在里面 所以当他们… 神捉住他们这个恐惧的心态 让他们听到这些风声 当他们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 他们真的以为 因为其实他们对着以色列 他们已经是十拿九运 一定会赢的 所以他们担心的 从来都不是以色列 他们是有十足的把握才来的 他们担心的就是这些 北方的珠王 客人的珠王等等 所以一听到这些声响的时候 他们就彼此说 一定是以色列 收买这些客人的珠王 和埃及人的珠王来攻击我们 所以一听到这样的… 其实就像刚才布拉卡所说的 其实这些都是阿兰人心中的小剧场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剧本 他们一直担心这件事 所以神只需要给他一些声音 给他一些声音的时候 他自己里面的恐惧就发动了 他自己就对号入座 自己就拿着一张票 自己就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剧本 来吧… 死吧… 这次死定了 于是怎么办 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人都没有过 一声就没有鞋玩剧 走啊…不想死啊… 那就死散了 那就走了 死散到一个地步 就留下了这些东西 因为财物更多 所以突然之间 他们也是冰原 就是粮食 军粮一大堆 所以以色列人出去一纳的时候 物价自然就回落 所以整件事就是这样去发生的 但是这四个大麻风的人 后来良心发现 不是啊… 如果今天有这样的好消息 我们都不去通风报信 不去说的话 天亮的时候 被大家发现的时候 我们四个真的死了 还要是被自己有斩 想想想 不要了 这条数据不过了 马上就会与皇家报信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黄昏 就是再硬一点的时候 是吧 他们已经吃完大餐 又收了些东西之后 又等等 搞来搞去 都差不多天黑了 是吧 然后呢 就去报信了 但是都是同一天 都是以丽莎说话的那一天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丽莎的预言就是 明天 物价就会急速下降 所以到现在 这四个大麻风会报信的时候 都还是同一天里面 不过就是天色已经开始向晚了 在这个时候 十二节 我们看这一段 十二到十六节 他说 王夜间起来对神博说 我告诉你们阿难人向我们如何行 他们知道我们饥饿 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里说 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 我们就活足他们得以进城 有一个神博对王说 我们不如用城里圣下之马中的五匹马 有个酷 马和城里圣下的以色列人 都是一样快要灭绝 打发人去规探 于是取了两两车和马 王差人去追寻阿难君说 你们去规探规探 他们就追寻到若淡河 看见满道上 都是阿难人急跑时 丢弃的衣服器具 使者就回来报告王 众人就出去 努略阿难人的刑盘 于是一世面卖银一射下 二世大物也卖银一射下 正如耶和所说的 十二之八 王夜间起来 王为什么夜间起来呢 因为收到这四个大麻风的讯号 其实本来已经睡觉了 但都起来了 起来做什么呢 其实是他招聚他的文武百官 他想留夜开会 睡不着 左想右想 睡不着 黄昏初夜的时候 刚天黑没多久收到这个消息 其实应该要睡觉了 但睡不着 不是了 召唤了所有文武百官 开个紧急大会 这个紧急大会里 王就说 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事 王说我思前想后 想到这个一定是诡计 就是哄我们出城 一出城 他们就乘机冲进来 冲进来 那我们就没有了 就灭城了 所以王就在那里举旗不定 不敢相信这个消息 怎会呢 怎会突然走完呢 是吧 我方已经弱了 大佬你看下去 他们弱到 连马都几乎要灭住了 打什么仗呢 每个人都饿到手远脚远 给你一把刀都没力 不单止人手远脚远 连马都快死了 那你打什么 根本没得打 如果他一进城 根本就死硬了 那出城呢 你很可能会中计 这个就是王 即是他里面所想的 又是他自己心中的小剧本 那死定了 那怎么办呢 感恩了 有一个大臣 起码有些见地 他说 喂 马不多了 剩下几匹 不如 派人去规探 找几个勇士 可能这些规探的人 如果不妥 或者什么 他都预了牺牲 最后都没办法了 所以就派人去规探 看看究竟情况如何 谁知道规探回来的时候 真是阿兰人走完 他们一直去到若旦河边 都见到满道上 即是路上 全部都是阿兰人 急跑的时候所丢弃的衣服器具 即是说他们走得很急 急到一个什么地步 就是他们要尽快的逃命 所以兵器丢下 为什么丢下兵器 重的 拿着跑不得快 为什么连衣服都丢下 重 所以越轻身就越走得快 所以就是这样 盔甲丢下它 头盔丢下它 什么刀 剑 到这个时候要逃命的时候 这一切都变成不耐用 因为它会阻挡你 跑得慢 所以就盔甲丢下它 衣服 不要衣服 穿T恤走得快 我们好像在行山 出发的时候 穿很多 然后就剥洋葱 一件一件剥 到最后你要轻身上阵的时候 巴不得连皮都想剥掉它 这些就是当时的阿兰人 因为警方要逃命 所以什么都顾不到 兵器又丢下 头盔也丢下 盔甲也丢下 大衣也丢下 什么都丢下 总之越轻越好 越走得快越好 而且 探子是走到约旦河 都见不到阿兰人 即是说他已经回老家了 离开了 一过约旦河 就已经离开以色列的国境 即是说他们已经逃跑到一个地步 走到离开了以色列 那就安心了 是不是 因为走出去 回头也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快 所以 而且遍地也是 喂大哥 哇 所以探子一回报的时候 果然 物价就 一声就下跌了 因为你知道 大把 就是阿兰人 军需品在前面 就像那四个大麻蜂那样 哇 在面前 所以物价就火速下降了 十七节 我们看完最后一段 王派参符他的 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 众人在那里将他 踐踏他 就死了 正如神人在王下来 见他的时候所说的 神人趁对王说明日 约到这时候 在撒马里亚城门口 二世亚大物要卖银一舍客 一世亚世面也要卖银一舍客 那军长对神人说 即便要说 使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神人说 你必亲眼看结却不得吃 这话果然仍厌在他身上 因为众人在城门口 将他踐踏 他就死了 这个消息一出去的时候 全城的人都轰动了 全城的人想做一件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 全城的人只想到一件事 就是冲啊 吶啊 搶啊 走得摸我没有鼻子 是不是 是不是 每个都是第一时间 大哥 你饿了几年了 你穷了几年了 这几年你想想 整个撒马里亚城里面的人 我们用今天来看 一个COVID-19 就搞到店铺开不了 生意做不到 都已经逼得很多人 都不知多辛苦 是不是 他几年了 几年这个城里面 就是什么生意都做不到 没得跟外面来往 就是你想拿货都拿不到 可能那间雜货店 头那年还有些旧货卖 到第二年的时候 店铺空了 没有东西卖 因为你进不了货 是不是 就是你有钱都做不到生意 然后呢 食物就开始稀少 一路稀少 到最后 已经去到人吃人的境界 你想想 整个城的人 已经困到 吓死人了 现在突然告诉你 返回来了 只要你冲出城门口 你拿什么都有 要金有金 要银有银 要食物有食物 要酒有酒 要衣服有衣服 要兵器有兵器 还有炉 还有马 什么都有 你想想 看看城里面的人 是否发了癫 眼睛都红 在这个时候 很简单 全城一定是 真是 个个都可以破世界纪录 九秒九一百米 冲出去 就离开了 在城门口 弹压 弹压的意思 就是指挥秩序 要让他们有秩序出 有秩序 不要真心恐后 这个位置 就是在那里弹压 就是被人压 结果呢 他肯定被人推倒了 然后被… 大家在那里冲出去 你阻止在那里 他肯定推开你 一推掉的时候 后面也不顾得那么多 都不理會 个个都在你身上 踩着那里 就出去踩着那张照片 其实他真的被人踩扁了 那就踩死了 正如神人所说 神的说话 全部应严 物价回落 回落到神人所说的 那个数字 这个君长 对神说 他说 就算耶华仔天开了 都不能有这事 这个君长 他果然看见 这件事成就了 但是他没有命响 他被人踩扁了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要… 应该说 为什么神要这么重地 去惩罚这个君长呢 为什么要… 其实… 对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 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个参附着王的君长的时候 他在王身边的时候 他应该清清楚楚 一起去经历 許許多多的神迹 而在神呢 当神发出他的言语 要施行神迹 要拯救以色列的时候 他那个不信呢 是比众人都更厉害的 因为他不是没有背景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神为什么会对他有这么大的怒气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 如果你是从来没经历过的 我想神不跟你计较 但是你经历过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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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次 是吧 我们如果从这个列王几下 从这个若兰登基到现在 你随便数一下 神迹多得不得了 哇哇 新鲜哇哇 那么转转都… 就是转的不说近的 第六章刚刚才经历一个 是吧 就是… 就是… 以利沙海将敌军那样 带到撒马里亚城 不废一兵一卒 就全部矫械 是吧 就是… 他是君长 其他不说 就是这一件 他一定是眼白白 亲眼所见的 然后… 当以利沙说出这一番说话的时候 神月思行的神迹的时候 他竟然说 就算有本事 将天的窗户打开 都不能有这事 就是他看死神 根本做不到 这个看死神根本做不到 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说 他根本不相信神是神 他根本不相信有神 根本不相信神是活着的 上次以利沙海可以做到 这样将军队带来 只不过是… 富翼的 是幸运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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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时候会这样 明明是一个神迹 但我们拒绝相信 我们就将它当成一个巧合 当成一个什么 其实什么是巧合 巧合就是神迹 在对的时间点 发生对的事 其实就是… 你… 其实今天这个神迹 以利沙的这个神迹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将它推翻 你都可以… 嘿… 刚好而已 刚好就是… 那帮小朋友 听错东西就走了 哪是神迹 但你想想 他早不听 迟不听 几年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听见这个声音 然后他早不听 他迟不听 就在以利沙 说了那番说话之后 他才听 那这些巧合 是不是太巧合 就是有没有巧合 有没有巧合 如果有那么多事 巧合 都一起发生的话 这个就是神迹 但人有时候 心硬起来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君长的问题是什么 他根本就是 心硬到一个地步 他完全不信 所以这件事情 就临到他生命当中 这个也是一个很强烈的 message 告诉我们 真的我们不要心硬 这个君长的丧命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不信 信者得生 不信 丧命 这个是属灵的法则 他因为他对神的不信 所以他丧命 但是信神的 他会因信而得生 这个就是 这个的神迹 神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 看见 让他们可以回转 亦让这个 以色列王 这个若兰王 再一次经历神迹 希望他可以回转 神之所以给这个恩典 是因为第六章后面 那些的长老 已经回心转移 以及 就是这个 以利沙将这个 阿兰军 带到撒马里亚城的时候 第六章的时候 二十一节 这个阿兰王 就是这个 以色列王 就对以利沙说 我父啊 我可以击杀他们吗 以这个以利沙的 称呼为我父啊 这样 所以神可能 看到他心里面 还有一丝的希望 所以神再 恩上加恩地 来到他 想帮助这个 以色列王 来到他回头 但是很可惜 就是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 就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其实那个的回转 那个的 那个的 相信 是很重要 我们呢 不要将 神的作为 抹杀了他 我们呢 也不要 死牛一变颈 那样 一定要坚持 我们心中 那个的小剧本 其实呢 我们的小剧本 要放在 神的手中 让神来到去 改写 这样我们的人生 才会不一样 才会进入 那个真正的 祝福 和得生的里面 Amen OK OK 1 2 Thank you OK As Pastor Adino mentioned 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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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nd 2nd 2 NA 2nd 1 3nd 1 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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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nd 4nd I take I breathe in you and every step I take I take in you you are my way Jesus every breath I take I breathe in you ways of mercy ways of grace everywhere I look I see your face your love has captured me oh my god this love how can it be every move I make I'm making you you make me move Jesus every breath I take I breathe in you and every step I take I take in you you are my way Jesus every breath I take I breathe in you waves of mercy waves of grace everywhere I look I see your face your love has captured me oh my god this love how can it be hallelujah hallelujah Lord we worship you we praise you this morning you're good we choose to follow you choose to follow your word hallelujah because we know that you are good and we want to lift up you lord you do the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now we see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now we see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the splendor the splendor of the King clothed and majesty let all the earth rejoice let all the earth rejoice he wraps himself and lie and and darkness and darkness tries to hide and and tramples at his voice and tramples at his voice and tramples at his voice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now we see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say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say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now we see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are you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now we se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now we're seeing him have made our opponents but we're just turning to Numbers God whom always our God is saved from God and now we see how great is our God is saved from us but we're seeing enfermedad by our beloved God to worth it and many grow out of our everybody we see how great is our God amazing helping us influence of durch us his body and father spirit sonthe lion and the lambthe lion and the lambhow greatis our godsay with mehow greatis our godandnow we seehowgreathowgreatis our godhowgreat and how greatis our godsay with mehowgreatis our godandnow we seehowgreathowgreatis our god 求主你帮助我们按照神的属性去认识他 今天我们看到人的恐惧这个惊弓资料 无论是阿兰王的军队又或者是以色列王自己 心中各自有个小剧场都是一个惊弓资料 是因为里面的恐惧阿兰王的军队听到一些的声音就觉得一定是以色列王 会买客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自己 所以就逃亡 是一个惊弓资料 而另外以色列王呢 他会觉得一定是敌人知道我们饥饿 所以离开来卖福到时呢 当我们出盈的时候就出盈的时候就活足我们的而已 所以这个恐惧呢都令到他果足不前 今天是不是我们的状况呢 我们心里面的恐惧带来我们的逃跑 我们的回避 我们的离开 或者要让我们果足不前 我们不敢前进 这些一切都是因为心中的恐惧 但是 其实当以色列王夜间起来 又跟神伯去说了这段话 说觉得是敌人去埋伏 之前 以利沙已经说了 其实神要出手拯救 明日日到这个时候呢 这些物价会下跌的 其实神有话的了 神会拯救 我们是不是真是相信呢 我们是不是相信神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相信神的能力呢 好像这个参赴王的君长一样 在王的身边 见了这么多神迹 但是去到今天这个难题 神哪有能力呢 我们眼前的困境 是不是看得大过神的能力呢 好吗 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会面对自己心中的小剧场 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有个困局 今天让我们放下对人的指责 对环境的指责 我们来到寻求神 我们相信神的话 指责列王几下七章 神说明日若到这时候 在不久的将来 在很快即将面前 会发生的是 神定义要拯救 神都有能力 而且神决意 要去施行这个拯救 好吗 我们就将我们的困难 告诉神听 告诉神听 神啊我相信你 不是我的理性 不需要通过我的理性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步骤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相信你 我们开口和神祷告 求主你帮助我们 从心里面选择相信 我们知道这个 参符王的君长 在物质上 在物质界 就知道他是被人浅踏而死 但是知道在属灵上 其实他是死于不信 他是死于妙事神 那这个时候 我们都可以将手按在心里面 为我们的心里祷告 求神你联盟我们 帮助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困局 是在于我们死于不信 是在于我们死于妙事神 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心里祷告 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心里祷告 为自己的心里祷告 主要是在于我们的心里祷告 是在于我们的心里祷告 让我们的心里祷告 让我们看到一个参符王的君长的狂傲 狂妄 主要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的心很多时候都是狂傲狂妄 我们用理性分析 我们要好像很多的知识 很多的经历 经历 经历 告诉人家 一定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主我们是谁呢 主你来怜悯我们 你来赏免我们 主我们今天的心要 游远下来 主我们承认我们什么都不是 主我们里面其实只是有很多的恐惧 很多的自我 很多的自愿 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 主我们承认 我们这个的狂傲 求你来赏免我们 主就好像这个的 意识烈王一样 当国家面对人吃人的时候 它里面只是一个的愤怒 去找苦气 主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同样都是 很多时见到环境不顺 主我们会发怒 指责人 指责环境 主 谁知道今天 就是回主的时候 神里里面有答案 主 原来神里已经早在敌人面前 主已经是让对方逃亡 但是意识烈王一点都不知道 仍然有自己的剧场 自己的想法 主我们承认 很多时候 在大局的里面 我们完全不能看通看透 因为我们毕竟是人 但是神你知道 你知道整个局势 你知道整个局面 你知道整个是COVID-19里面的出路 主我们是谁呢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深眼呢 主要求你来赏免我们 你来帮助我们 主要今天我们见到这个被浅达而死的 参乎皇的君长 我们仿佛见到自己一样 主你来赏免我们 你来帮助我们 你来怜悯我们 主我们回转在你跟前说 但是我们愿意相信你的话 因为你是好神 因为你定义拯救 而且你有能力拯救 主我们相信 主我们定义要你 回转归向你 相信你 投靠你 主你来帮助我们 主多谢你 主你是怜悯人的神 主你见到这个国家的饥荒 主你让这个国家可以有解构 主同样你见到我们的艰难 人的困局 人的饥荒 你一定要施行拯救 主我们今天回转 因为我们相信你的慈爱 我们相信你的拯救 主我们多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你来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生命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被更新 我们的信心可以再一次被更新 主我们要回转 我们要来投靠你 主我们多谢你 你是叫经济 是在你手上 经济 是在你手上 经济是在你手上 出路是在你手上 出路是在你手上 人的出路是在你手上 主我们定睁仰望你 主我们多谢你 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职王几下七章 撒马里亚有饥荒 饥荒的原因是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人饥饿非因无饼 口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停也和的话 其实他们落到这样的景地 是因为不听神的话 神叫他们不要扮偶像 将十戒赐给他们 但是他们设立金牛毒 遍地设立偶像的忧太 跪拜这些偶像 饥荒临到 没东西吃 战争祸患都临到 因为他们不听 不听奥华的说话 为什么不听 其实是因为心眼不顺 就像十九二十节 那个总结一样 那君长对神人说 即便奥华使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神人说 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 这话果然仍然在他身上 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踐踏 他就死了 神的话语 创造天地 神的话语 诸不徒然返回 神的话语 必定成就 所以我们要听 不要心硬 不要不信 像这个君长一样 不要心硬 不要不信 不要不停 以至到饥饿 饥荒 临到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柔软 能听的耳朵 能听的心 一切的关键都在乎神 第一节目 一起为我们的心祷告 主耶稣求你猜显你的圣灵 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主耶 你让我们看见神迹 主耶 让我们不要真的 心里面拒绝这些神迹 主耶 你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主耶 你将一个受教的心 能听的耳朵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耶 你告诉我们 真是人饥饿非因无病 口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停耶和华的话 主耶 这一张圣经我们看见 王的不停 君长的不停 这个君长更加因为不信 结果丧命 主耶 求你让我们看见 我们心里面就得智慧 主耶 让我们看见 我们自己的来到反省警醒 主耶 我们就回转 主耶 我们就相信 主耶 我们就选择相信的道路 跟随的道路 主耶 求你帮助我们 以至到我们可以 在你自己的恩典里面 一路一路往前行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祈祷奉耶 苏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徒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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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